什么叫做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而能够撂倒大鲸鱼呢 我手上的这一双鞋 它就能够证明 这一家来自于南投的小小的一家 所谓的气垫鞋场 打败了国际大厂Nike 而它真的能够证明 台湾的技术No.1 而且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Nike许多人眼中的球鞋第一品牌 年销两亿双 全球营收超过90亿美元 它最引以为傲的技术之一 就是气垫 谁能在气垫上扳倒Nike 这个人在台湾 南钢工业区里 最偏僻的角落 没有招牌的小工厂 25年前曾经上演一出 小虾米斗大鲸鱼的戏码 Nike提出意义的是哪一份 它就是针对台湾的专业 是这个 就是针对台湾的 这一个 心形冲气鞋子 当时的发明就是 从一个沙拉托的瓶子 它的把手给我一个灵感 2.5D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气垫它本身就有一个支撑 所以当时你没有气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个支撑 不会差点点 黄英俊是台湾第一个 申请气垫鞋专利的 当年的中央标准局 甚至还没有这项分类 他口中的2.5D 让Nike为之气垫 跨海来台大欢思 这个也是2.5D的 我曾经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花那么多时间 来议议这个专利 那经过这么多年才发现 因为这一个专利 刚好把他们未来产品的发展 都卡死了 那一机用到2.5D的产品 是它1992年的Air Max 那时候它开发这个产品 是要给它巴塞容纳 梦幻範球队场 他们差我们差了7年 和球鞋巨人对杠 黄英俊压力大到 页页磨牙 还得背负沉重的诉讼费用 我们有很多专利 可是对银行而言 这些专利 你没有变现的话 都就像壁纸一样 每一次的三点半 没有度过就over了 我经常 经常按夜谈累 就是晚上的时候 夜半的时候想 隔天的需要 要从哪边拿 关关难过 关关过 长度7年 法院在1991年 判Nike败诉 双方和解 黄英俊成为Nike 1972年创立以来 第一位华人气垫顾问 我跟我太太说 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一个基础点 如果我今天是Nike的顾问 我跟你说 我的东西比Nike好 至少你会相信 但十年后 当Nike愿意支付2000万美金 买断他一生的专利 黄英俊却决定不妥协 这个简单很厉害 我有很多朋友跟你讲 你可以啊 你可以签完盒业啊 以后专利都不是你的名字啊 爷爷的名字啊 我说我知道啊 但是这个不是我这人形式风格 你要尊重对方的采访 还有对方的智慧财产权权 你不能以这样一个方式说买算 然后以后什么都有 我要从未来十年来证明 当年没有签这个盒业是正确的 前面温度不要那么高 利用后面的加热气温度 这样调整一下 有一些参数啊 条件要自己调一下 老板兼工程师就对 有时候来到这边就 像那个苍蝇变那个年纪年度了 跑都跑不掉了 校长坚状中什么都资格来 现在的黄英俊要一丁一凿 打造他的品牌路 模具修改了十次啦 那十大我讲二三十次 都还跑不了 成大科学工程系毕业的他 整整花了一年八个月研发新气垫 从模具到自动化设备 全都一手设计 不假他人 你像这个一般的压缩机 它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压出一个头 还有一个夹合的模具 但现在在关键说 你的模具怎么设计 传统的中工成型的技术 你要从平面进入3D 往上延伸的时候 它延伸的地方就会变满 反而这个往上延伸的部分 它变成是非常厚 变成非常厚 然后它变成是一个接近十新的 黄英俊的3D气垫 再下Nike一程 除了西镇有弹性 也更加稳定 但双方过招 起始在技术上 专家精心设计 行家一致推荐 Nike运动系列 民国80年代 进口运动鞋大举入侵前 台湾球鞋市场 曾是百家争鸣 北中国男牛头各领风骚 高超的球技更需要精良的球鞋 亚洲篮球明星的明智抉择 牛头牌高级运动鞋 黄英俊接手家族企业 也曾有过豪迈 人家一双鞋子 是你的三倍四倍 可是所有的管销会用都一样 所以难怪你只有工厂的优势 价格便宜没有用 你的户销价值不高 你的行销的数量也不够 30年前 本土球鞋品牌 在行销上输给金髮碧眼的 30年后担心的是 黄皮肤黑眼睛的山寨本领 Nike的Air Max 360 2006年年底出来 2007年 要在中国道路上市的时候 我所知道中国大陆那些防茂的工厂 每一个模具都已经开好在人堂 你要去大陆闯天下 你要去大陆走你的通路出来 你只有一个条件 核心技术 要大陆那些防茂 亲口跟你说我做不出来 前面可以在大陆做 关键的气垫 黄英俊坚持MIT 制作过程也可以拍 但画面得用特效重力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分流台湾 你的技术就是要有一个保密 不然你这个技术如果流露出去 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的人工成本都比我们低 我们都没有竞争的条件 唯一的例外在这里 现在都是用软质的PVC去做而已 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会漏油 它重 它会外扩 其实它一个特色就是 它在挤压挤压挤压 它也不会消失掉 地理黄显中 搭上这几年的节能风 利用自家的超薄气垫 做起小折配备 这项新产品还曾上了NHK的报道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在做而已 你为什么还要去自己打自己 你市场难道没有那么大吗 其实我每天跑步 除了是运动以外 主要是在测试我自己的产品 一步一脚印 稳稳地向前迈进 当年Nike提出了2000万美金 现在还差很大 但黄英俊不会气馁 因为他是马拉松选手 你只要坚持 所以我常常就说 跑马拉松的时候 你不要看四车公里的地方 你只要看你前面两步的地方 当你每踏出两步 你就知道你往你的目标 又接近了两步 szych9千万美金 都比不敌 都比不敌 都比较 我们在站立面